东汉末年分三国,风火连天不休,而与我诈是三国,说不清对与错,得益于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,东汉末年那段群雄歌剧的混乱历史,以及那群叱咤风云的人物说得上是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,但其实,东汉末年并不是分成了三国,至少有四个国家,然而在后世的历史记载或是口耳相传中,几乎提到东汉末年,想到的却只有位属无三个国家,那么为何东汉末年十分四国, 人们却甚少提到第四个国家,罗冠中也只写三国呢,被抹去的那国有何秘密? 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,这里是繁华五千年,欢迎订阅观看,公元前二世纪左右,战国时期七雄争霸,其中正有燕国,当初燕国所处的位置也在辽东附近,所以东汉末年出现的燕国也得此名,他们地理位置重合,也算是一脉相承了,燕照之地多一事,而燕国的建立者公孙度, 也出生在辽东这片宽阔肥沃的土壤上,他年少时在辽东的湘平地区长大,也就是如今的沈阳,后来跟随父亲到了玄兔郡,距离沈阳位置并不远,等他长大后,也不过是玄兔郡一个普通官吏而已。 而当时的玄兔郡太守同姓公孙,又中年丧子,觉得和公孙度十分投缘,便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重用,从这里开始,公孙度也走上了自己的更高的路,他在做了上书郎之后又成为了冀州刺史,尽管这个官位没做很久,但是公孙度却有贵人相助,其实我们纵观历史可以发现,发迹的英雄总会遇到贵人,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气韵吧。 毕竟成大事者没有运气,可是不行的,当时董卓手下有个人名叫徐荣,也算得董卓信赖,徐荣与公孙度是多年好友与同乡,于是公孙度在徐荣的推荐之下,被任命为辽东太守,公孙度也是一个聪明的,想要成为一帝之长,没有威信是不行的,于是他新官上任三把火,直接把他公孙度的火器烧到了辽东的脚脚落落,他先是杀了当时辽东湘平的县令,随后又杀了当地的名门望族帖。 公孙度行事狂妄大胆,上任以来,辽东有数百豪族,皆被他找借口杀害,辽东成为了他的一言堂,而当时南方混乱四起,公孙度借机发展了辽东势力,辽东地区地理位置特殊,在辽东的一条天然阉山屏障。 辽西走廊地形复杂,可以说是完美地保护了辽东地区,在进入湘平地区前,还存在幅员辽阔的湿地,可以说从南方向北进入辽东,路上是层纹叠障的阻碍,而这就给了公孙度机会,他主动向东方发动扩张,当时有富裕国便主动归顺到辽东,而在辽东与高沟黎的战争后,后汉书记载,高沟黎也听从辽东的调窃。 而辽东山高黄帝远,还吸引了许多名学大家进入辽东陛市,可以说当时的辽东地区俨然一幅建国之相,而这也的确是公孙度的追求,眼看着汉室江青,公孙度遂及在辽东地区自立侯王,又将辽东郡分为两部分,这时的辽东尽管尚未建立国家,但我们普遍认为辽东的燕国建立了公元190年,公孙度割据辽东地区自立侯王,而这时的东汉发生了什么呢? 董卓受到了关东的联合讨伐,随后又强行迁都长安,大肆残害元氏家族,东汉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 在关东的联合讨伐中还有曹操,曹操曾邀请公孙度合作,许诺他将军和侯爷的职位,公孙度知道这消息直接回复,我都在辽东称王了,去永宁做个乡后干什么,直接拒绝了,这是天下军阀四起,我们熟悉的东汉末年分三国来了,那么为什么罗冠中只写了三国演义? 可是当时的辽东地区的燕国却没有大幅介绍呢? 首先,要称得上国的,再怎么也要像未属三国一般,建立起来国家统一政权,一统大帝,有了国还要称帝,建立国号定都。 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,但公孙度统领下的辽东地区,尽管我们称作燕国,但是公孙度却一直没有称帝,他一直将自己称作是辽东侯,而这一举动便让辽东地区无法被看作是国家,反而就像是军阀割据的地方政权。 尽管后来,公孙度的孙子公孙渊自立为燕王,被称作燕国,可是这燕国不过只短短的存在了一年的时间,就算可以被称作国家,也稍纵即逝。 所以罗冠中没有描写成四国演义也是合理的,而且辽东地区恐怕还发展不了演义。 首先辽东地区与曹魏势力早年交好,而之所以辽东政权没有受到他人侵扰,也有一部分原因便是,辽东对曹魏是有一定的臣服的,毕竟辽东自治的前提是无人管他,而当时的战乱下,谁又能多出心思来管呢? 他和曹魏算是相得一张,而且辽东的军事实力也肯定是不如其他几个的,在这样的前提下,抱个大腿比较重要,所以辽东选择的是曹魏政权,所以可以说辽东地区的英国距离真正的国家还是有些距离的,而公孙度于公元204年去世。 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任,依然是自封辽东侯,也正是从他这里开始与曹魏修复关系,他将原氏子孙的首级献给了曹操,曹操接过对方递来的橄榄枝,得到了与曹操合作的机会,随后公孙康又大力推动辽东对于勒浪郡的统治,勒浪郡位于当时的朝鲜半岛北部连接高沟里,而在公孙康的治理下,燕国版权不断扩大,甚至深入了对于朝鲜半岛的统治。 燕国也迎来了自己的政权巅峰,但很快随着公孙渊的上位,燕国即将成为一段历史,公孙渊其人,他是从自己的叔父手中夺权,并且原本燕国与曹魏交好,而公孙渊却反其道而行之,他选择了东吴,东吴和曹魏对立,而他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将燕国推入深渊,公孙渊向东吴称臣,孙权准备将他册封为燕王,然而此举却遭到了东吴大臣的反对, 认为公孙渊领导下的燕国并没有什么优势,却被孙权驳回,孙权派人送去了一大堆的贵重珍宝,原意是拉拢。 但这些东西,却让公孙渊起了别的心思,东吴距离燕国远,而曹魏又近,要是曹魏真的对燕国下手,根本无法得到东吴的支援,两个都难选,那就干脆两个都得罪,公孙渊杀人夺宝,随后将东吴使者的首级献给魏帝,以示讨好之心,而魏帝借着封赏,派去的使者中有一人力大如牛,并非常人。 当公孙渊知道此事后,便觉得这是魏帝特意派来的杀手,对待整个使者团都十分不客气,此举传回魏帝的耳朵里,魏帝自然不语,随后派人前去征召公孙渊,结果公孙渊直接发兵,将使者打退,眼下燕国把两个政权都得罪了个遍,于是公孙渊干脆自立为王,他称自己为燕王,年号为少汉,还设置百官给边疆加决,这时候的燕国才有了一个国家的雏形, 公孙渊又再次向东吴俯首,而曹魏怎么会放过他,司马懿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,而公孙渊根本无力抵抗曹魏大军,导致燕国权限溃败,尽管逃走,也被追来的司马懿斩杀,曹魏平定了辽东地区后势力更上一层楼,可以说这个燕国是被公孙渊自己玩脱的,原本曹魏给他机会, 可却把握不住,废去勾结东吴,最终还是被灭,从燕国建国再到被覆灭,他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,这样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十分短暂的,而公孙渊见的燕国也不过是一种假象罢了, 如果他一心跟着曹魏,也许还能存在的久一些,古人最忌讳的就是换主,这无疑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,作为一个被抹去的第四国,燕国更像是曹魏等政权的附庸,这样的势力其实在东汉末年并不少见,尽管势力庞大,但在历史的洪流之下终将被人收服。 而这样的情况下,不论是燕国还是其他政权,都是很难加入的三国的争霸当中的,三国时期,英雄辈出,也有许多我们熟知的人物和故事,为后世所传唱,而最终三国曹魏收尾,而属于魏国的强大,还没有到来之际,司马家的横空出世,又再次改写历史,司马延创建西建,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,短暂一统天下的政权,而东汉的辉煌也早已远去。 不论是三国还是燕国或是西晋,都只不过是历史缩影下很小的一点罢了,三国志记载公元一百九十年,出平元年,公孙杜与亲信说,汉作将决,当于朱青图王尔,他是有雄心壮志的,也确实有这个实力,没多久摇身一变,自封为辽东侯,平州木,蜀汉兵力在十多万,公孙市的兵力大约也在十多万,且是由北向南,完全有十里南下一战,因而在二百年关渡大战,曹操想要拉拢, 公孙杜时,他拒绝了,本来计划在曹元两败俱伤之际进军中原,但很不幸。 他在二百零四年去世,公孙杜的后代也是扶不起的阿斗,燕国再也没能跻身三国之列,当然,凭着较大的实力,还是能暂时维持的,一直到二百三十七年, 曹魏在七余国逐步衰弱时,蒸蒸日上,有了一统中国的决心,首要解决的便是后方的燕国,二百三十七年,曹瑞派吴秋简进攻燕国,大败而归,第二年,司马懿率大军卷入重来,公孙杨调兵防守辽穗,不料中了司马懿的调虎离山之计,他转军袭击燕国都城湘平,燕王公孙杨与全城军民被围,但见粮绝之后不得不投降。 公孙杨逃跑路上,被卫军斩杀,燕国灭亡,成为四国中首个灭亡的国家,退出时间过早,这也是燕国在历史记载中少出现的原因之一,另一原因,大抵是燕国少参与中原争斗,而是专心经营于海外,只能说实在是公孙杜死得太早,后继者又不给力,否则局面可能是四国鼎立。